再看到花蓮市中山路一家老字号的宠物美容店 22号晚间9点发生了火警意外 由于起火点的地方是四五十年以上的木造店面 火势是相当猛烈 索性人员都逃出来了 而消防人员也从火场中救出多只的宠物犬 而详细情形还有需要相关人士来厘清 大火不停向天空窜烧 同时还伴随着浓浓黑烟不停向外貌 不时还传来爆炸声响 现场抢救的消防人员也不断提醒民众 不要太过靠近 提醒亏提醒 整斗电竹陷入渤海 眼见火势猛烈 担心里头狗狗的安危 让不少接过消息赶来的宠物主人相当担心 怀里紧紧抱着狗儿安抚 22号晚间8点多花莲中山路上的一家重电 突然起火燃烧 火势燃烧得相当迅速 附近民众也吓得赶紧报警 外的各式的车辆45部人员155名 仅消停一消 那由于现场是属于预造的联动建筑物 因此在延烧的时候非常的快速 几消人员到场后随即布水线抢救 眼界火势越烧越大 十点多火势还一度复燃 延烧五户民宅 附近民众也赶紧疏散撤离 没有人员伤亡 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 深夜大火烧的是淡战心惊 记者纵破导 附近你